作詞 作曲 初音樂 作詞 作曲 初音樂 作曲 初音樂 編曲 初音樂 作曲 初音樂 都是清风 看过的听过的 不会是梦 你不说我痛得 因为相逢 苦过笑过 将往事尘封 苦过还能在日出 是生气 无眠就不会痛夜里凋零 如果能在沉默前拥抱你 故事结局有两尘没几 你我相逢 是命中注定 你想开股东大会 所以把林恒之赶走董事会所 这只是第一步 下一步 我准备把他赶出集团 但是以我手之 股东和董事里面更多人欣赏到 你会帮我吗 我帮过你啊 说条件吧 我喜欢你的风格 但是我不喜欢你的风格 没关系 很多人都不喜欢我 包括我自己 好的 但我不客气 林氏集团 五十百三个股份 再加林恒之空出来的董事位军 其他都好的 唯独这两样不行 为什么 你现在是林氏集团第二大股东 再多百分之五的股份 你随便拉伤谁 都可以把我干掉 好 我要弄死你的 就不用等现在了 怎么样 我已经拿出我最高的成衣 该轮到你了吗 不 我必须防止你 你就不怕激怒我 回头我跟林恒之合作 沙医院的董事长就是他 我怕 所以我让你随便提条件 如果我能给的 都可以 好 既然这样 给不到股份就带我赚钱吧 怎么赚 我想说旅土矿生意 但是许可证特别难拿 旅土矿 去年东周旅土矿出口量为 四十六万三千三百三十三吨 前年这个数字是二十三万两千三百六十吨 嗯 名不虚传 一张开采许可账 一年至少能赚一百多万 所以 一证难求 但是对你们林恒来说 这是个少意思 小案 东周区务局局长炸的 是Uncle的好朋友 墨氏部长的部下 墨氏叔叔 对 其实之前 我跟Uncle已经谈好了 我们会一起联手 成立这个矿业公司开发 你们临时集团负责拿证 我们明顶集团负责所有的资金和员工 股份我们各占一半 所有东西都谈好 可是 刚启动之后 你爸爸就出事 所以就暂停 你想重新启动 没错 我们的条件不变 你们负责拿证 我们负责是员工和资金 股份各家一半 一样 怎么样 有趣 好 我觉得可以先把 林氏鸣鼎矿业公司成立起来 好 那我明天找你去找人办这个事 那我尽快联系莫斯叔叔 你们什么时候拿到证 我们就什么时候开股东大会 像一个计划 你父亲的事我听说了 非常遗憾 父亲生前还有很多未经的生意 我希望能够帮他实现 所以今天就来拜访家队局长 许可证的是 你父亲曾经来照顾我 如果你还想继续的话 那么就还是当年的规矩 请问是什么规矩 一百五十万 好 我明白了 如果现在你来照我 没有三百万 我们谈都别谈 这已经是特别照顾你父亲 以及莫斯部长了 谢谢 这是账户 我已经看到 归公司提交的申请 只要一百五十万到账 一周之内就可以领证 你们的办事效率可真高 难怪我爸当时暂停了这个项目 阿连佐 你接下来准备什么办 从今天开始 林氏集团 我们坚决杜绝任何行贿受贿的行为 这是赤裸裸的行贿 这一百五十万我绝对不能给 你不给 你不给就没法拿到许可证 拿不到许可证 托你就没法在股东大会上支持你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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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他们 他们开会的结果怎么样啊 你告诉我嘛 到底结果是怎么一回事 好不好 我急得要命啊 我等了你一个上午 我就想知道结局 你 你 你告诉我他们是怎么样 开会结果是 所有股东把你踢出来了吗 他们是 你既然知道就别问了 那你对我哄什么好啊 我好心地问你 我关心你 你就好好地回答我就好了嘛 我怎么知道你没有什么结果呢 对不对 你凶什么凶呢 如果说当初你好好的 你让你的爸爸多一点信任你 多一点对你支持 或者你多集合一些搞鬼 怎么了 少爷跟方小姐吵架了 我没本事 你别让我这个儿子好了 本来少爷挺好的 但是董事长左了以后 他心情不好 真是不愚囝 别让我带她 ман小姐 你老带你的手 跟人俩念说 跟方 ότι是吗 是拿来 这一盅 berry 跟着如果是你 可是你父亲是你父亲 你是你啊 他根本证明不了什么 他绝对不了你的人生 只有你自己才能够决定 方寬之你能别这样 你起来 你起来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这样更加让人看不起你 如果你现在这个男人的话 你现在应该站起来 站起来 你永远不要抬我一下 还没走啊 我马上就走了 怎么了 那个 林氏集团最近有些动荡 你知道吗 知道啊 你知道了 行 那没事我先走了啊 understand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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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a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再查查吧 跟市里兰看那边查清楚 也许不一定是林晨晨亲自皆可的 好了 回头再说 嗨 怎么样 好久不见 对 本来我早一点过来的 但是因为林是集团出事嘛 所以就耽误了 还好吧 你说 你还好吧 我 我还好 对 你说上一次有样品给我推荐一下 这些都是新货 你看看 这个不错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借个电话 别别 我跟简单在谈善了 好 我明白了 好 等我回来处理吧 好 记得上个月立批破吗 记得 现在国西商出了冒牌货 这么快 一定是那个老奥李主 谁是老奥你啊 老奥李主是一个 主要有一个款报了 他就会谋访了人 你可以告他呀 算了 太麻烦了 这次就当做做一个哑巴龟吧 这不像你性格 我风格也会变得 这当然好 那这些冒牌货 在哪能买到 在商场那边呢 已经有了 怎么了 我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我不用 真的不用 只要去我们的生意 才是正经 你都看看 好 看看那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包夹是什么 大家 这是香港的那个山寨货 你手上这个 是我发给托尼的 这是几件残次品 其实我也看不出什么区别 这两件啊 根本就是一批货 就是贴牌不同 两件的面料 当然差不多 但是 它们卷边的工艺 都是一样的 你看看这兜口呢 这个封边 都是在同一个位置上 同一个位置 缺了限价 你再看看 这扣眼 这锁死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你的意思是说 这两批货都是从老侯那流出去的 我给老侯钱不少啊 我给老侯钱不少啊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做件真的赚五块钱 做件假的赚八十 你选哪个 真的是老侯干的吗 修师傅干这行都四十多年了 他的眼力也没问题 可老侯是我考察了一年 又试用了一年 好不容易挑出来的工厂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人性 管控合同厚厚的一本 这以后要怎么签合同 才能约束这些工厂呢 剑爱 就算你把合同签得再细 外幕公司 对工厂的约束力也就那样 除非是你自己的工厂 嗯 来 小心点啊 你有多管我闲事 慢点啊 都慢点 跟你没关系 那是阿娇的情分 来 借一下 好 轻点啊 你不是说想出海吗 你不是说想出海吗 我给你崇拜了个惊喜 我给你崇拜了个惊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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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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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让我消了 我让你消了 你站住 站住 来吧 我就跑了 停 停 差不多该回去了 你刚才为什么突然不开心 无论我做什么 都是错的 别乱想 没有乱想 就是这样 你还在想解爱 别再提这个名字 为什么不提起呢 已经过去了 没意义 但是在你的心里 从来没有过去 你还不想承认吧 我每次说到这个事情 你就是这个态度 本来就不是我怎么承认啊 好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那天前 请约BBA的时候 你在哪儿 我弟弟想你去网上她 你给她证据 谁告诉你呢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我是你的男人 无论我做什么 没有用的 好吗 我把所有我的坏的习惯 都挺了 就是为了你 为了你 我讨好你的妈妈 为了你 我讨好你 为了你 我 连家都不要了 别这样 为什么 无论我做什么 都没有用 无论我做什么 你就 你总是在想她 朱莉 我知道这段时间你为我付出很多 我 为了我做了很多 我其实有感动了 但我真不知道怎么 这么去表达 谢谢你 我要的不是你的谢谢 你没有发现吗 我在尝试很努力地去接受我 再给我点时间吧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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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什么可说的 必须得告她 按照管控合同 告她跟倾家荡产 不能告 只要一告 特尼就会知道山寨货就是老侯的手臂 按照我们和特尼的合同约定 只要工厂出了问题 我们都要负连带责任 什么连带责任 赔钱 赔多少 赔十个你都不够 那我们今年一年就白干了 那也不能就这么放过她吧 恐怕只能这样了 我提醒一句啊 我们不仅不能够告老侯 这件事还不能够让托尼知道 这件事情要严格保密啊 就这个会议室里的人知道 绝不能外传 现在出了问题 我们门而不报 合适吗 不合适也没有办法呀 如果是告的话 一年的收益就没了 更不合算 我认为我们可以向老侯提出索赔 这样的官司 每个三五年不会有结果 现在涛尼只是抱怨了两句 他也没有追究责任 我觉得这件事你就装不知道 就完了 你要是不考虑你一个人 也得考虑整个公司啊 大家都等着年底分红呢 我考虑一下吧 先下一个议题 好 那现在我们决定 不再跟老侯合作了 那之后 我们还有没有信得过的工厂 如果有信得过的工厂 一两年之后再出现这种事情 怎么解决 好 林总 您回来了 叫文心到我办公室 好的 进来 把门关上 林总 你认识朱丽 你坚持我 把我的一举一动汇报给她 你搞清楚了 是谁付你薪水 对不起 我也是卑鄙无奈的 朱丽也威胁我 如果我不答应她 她就会让我丢工作 你就不怕被我知道 我让你丢工作 你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选择出卖我 对不起 确实是我的错 我任您处置 收拾东西 走 现在 我当年 我当年 我做的 我肯定 我照顾你 我肯定 我肯定 你肯定 你还要回去 一大早 可是你不是说还要去佛山看看吗 我都给你安排了好几家工厂 不了 因为那批山寨库 我还得赶快去 安补一下这些经销商 怎么了 你没胃口 不饿 对了 下两个月我都很忙 可能没时间回来 所以这边的锅你帮我多盯着点 放心吧 是不是你已经知道了 是吗 好吧 都瞒不过你 那我坦白 关于那张帽子 你们那边是发过邮件提醒过 但是因为我的手下 忘了修改了一个海原案的备案 所以才到此罚款 你说这事啊 对 所以这一顿饭应该是我请 你再点一瓶最贵的酒 罚款就低了 没事 那都是小事 至少是 但不知道为什么跟你做生意的时候 我特别注意 我生怕我自己不是一个好人 朱先生 你本来就是一个好人 只在你面前吧 我告诉你 明天上飞机我还是一个快一点 其实我很累 整天再计算别人 一起提防别人计算 唯一在你面前 我就是最轻松的 而且钱还没想占 来 这杯敬你了 如果所有生意都这么轻松 就好了啊 朱先生 其实那批山寨货 是从我合作的工厂流出去的 我选择工厂的时候不谨慎 后期监款的时候也出现了纰漏 给你造成了损失 您放心 你的损失我认了 这些损失我赔给你 这顿饭算我请 不不不不 其实这个事 你不要告诉我 我永远都不会知道 你也不用赔钱 是 刚才您说的那番话出了吗 其实我也问我自己 为什么会进入这个行业 刚开始的时候 只是为了想赚点钱养活自己 后来有一位前辈告诉我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 是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 所以我不能不诚实 不能够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简爱 李勾锦是 傻还是厉害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如果你说我傻吧 我也赚了不少钱 你要说我很厉害吧 我也赔了不少钱 好 我有预感 我们的客车一定会天长对酒 其实我不相信什么天长地酒 我更相信已成相待 只要我们合作了一天 我一定会守承诺 众信用 你放心 这种吃里扒外的工厂 我也一定会追究它的责任 到时候可能需要你配合我 对不起 既然这样的话 我还是要对你诚实 我配给不了你 为什么 因为那些年一旬 我也是抄袭的 你抄谁的 就你们这边的一个 专桌私人定制的设计师 我们的合同是有知识产权的 一个保护的 对 所以按照我的合同来说 是我先违约在线 我没有资格上工厂罪责 也更没有资格上你罪财连带的责任 所以你不用赔钱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李云 好 对不起 姜安 我想你保证 在我们合同中 在我们合同中 绝不会出现这种事 简小姐 你说的这种合同方式啊 我还真的没有想过 那现在可以开始想了 我入股以后工厂也可以扩大 最重要的是订单比较稳定 请进 厂长 温小姐来了 我让她进来 梁老板 好久不见 坐坐坐 温小姐 我已经离开红之外貌了 我自己现在开了一个小公司 今天来呀是想亲自跟您说一声 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合作啊 好啊 那温小姐给个新名片吧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公司啊刚刚成立 这名片还没印出来呢 我给您手写一份 好啊 梁老板有话多多关照我们啊 天叫外貌 文心离开红之外貌你知道吗 听说了 为什么 说是林恒之从集团回来大发脾气 然后说文心背叛了他 他就辞职了 你没事我先出去了 嗯 你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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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找我有事 温馨 谢谢你 谢我什么呀 这是你的字迹对吧 我真没想到 会是你帮我 你因为帮我 离开了恒之外貌 丢掉了这份工作 你没想到的事情还有很多 可是我真的有点想不通 你不是一直都看不上我 甚至讨厌我 你为什么要帮我 你刚才这话说得不准确 我不是讨厌你 我是嫉妒你 我就想我明白了 无论比什么 你都不如我 但是我有的 你都有 我没有的你也有 我真的讨厌死你了 但是看你遭遇不公的时候 我就没办法袖手旁观 那种感觉你能理解吗 温馨 我们合作吧 怎么合作 你来解爱外貌 不管是黛玉生 还是心理上情感上的尊重 我一定不会让你受委屈 我是不会去你那见爱外貌的 让我为你打工 就是让我受到了最大的委屈 好 记住了 你叫不紧张 才能再拥抱你 躺在你的手心 你女做护员 正好 好 对 好 对 这鼻子掌啊 你 谢谢你 还有你 我永远记得那双眼神 只死不易 爱着我的天真 全世界变得陌生 为你放弃我的灵魂 我永远记得那双眼神 让我和她怎么见吧 我不会放弃你 就算全世界变得陌生 为你放弃我的灵魂 我永远记得那双眼神 只思不语 想爱我的天真 魏力 斯里纳吉副局长查了矿物局所有的档案 就没有那个编号 你现在在哪个矿业公司吗 林晨生拿来的那个矿物局的许可证 现在是谁保管啊 明白 你现在就跟他说 现在你的公司业务需要 你要拿一个许可征用一下 然后把它拿到自己手上 然后打电话给我 好吗 跟我玩这套 怎么入国 你现在还要投入资金 一名之一无论是厂房还是设备硬件 都可以扩大和提升 业务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合作的也都是一些中高端的大牌 客户量也很稳定 那你打算入多少 三十 前三年 我这边的盈利不能按照正常比例给你分红 是 为什么 我这个厂子开到现在挺不容易的 在分红比例上面 我肯定要向我的老员工倾斜 可以理解 这点我们可以商量吗 嗯 还有呢 好 我再看看 李厂长 有点事找你 行 挺好的 好 怎么了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简爱主动来找你合作 多好的机会啊 你干吗呀 还摆谱 我的老员工不是 你想不想合作呀 我就是想合作我才坚持的 这什么鬼心思 你以为我舍不得那几个钱啊 如果简爱同意的话 我整个厂子我都会给的 但是简爱能拿吗 简爱心里担心什么 难道你自己不清楚 担心什么 哼 所以啊 我只能公事公办 细水长流 不卖人情 简爱才会放心 你们这些人做事情 干吗那么多弯弯绕啊 这叫兵法 明修战道暗地 有件事忘了告诉你了 什么呀 简爱她已经知道了 知道什么呀 女朋友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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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朋友啊 你还有谁 我 我 我 别说我说吧 她早就知道了 等等我 我心脑里 去吧 知道就知道呗 反正早晚也要知道的 我 马娇 你太不正义了 我 你说啊 我请你吃了多少点饭 这么重要的信息 你不跟我说 你们是要跟你说的 但是 那不是我这女朋友问吗 太不靠谱了 这都几年了 我们跟傻子样子 在她自己演的演约会 好了 好了 我要跟你说的是下面这句话 好 好 你说 简爱她都已经知道 你没有女朋友了 还愿意来找你合作 说明什么呀 阿强 我发现你跟老瓜子 你好运你和不好运你 资料给你看一封 所以 桥梅 精力波澜 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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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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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不顾的平凡 被迫的善良 窃渡着遗憾 就算原谅 生命只不过是一场流浪 怎么反复陷入悲伤 送一副他人目光 挥绝了自我的心霜 不过是一颗星光 派遣到人怀的平凡 自然的本质就是孤单 要懂自我欣赏 忙 忙着经历波澜 忙着积攒勇敢 漫长的灰暗 只为转弯的曙光 忙着规划日常 忙着应对无常 修炼的坦然 不管不顾的平凡 被迫的善良 窃渡着遗憾 就算原谅 生命只不过是一场流浪 怎么反复陷入悲伤 从一副他人目光 会缺了自我欣赏 会缺了自我的欣赏 不过是一颗星光 百遍到人海的平凡 自然的本质就是孤单 要懂自我欣赏 要懂自我欣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常非常剧场的